這個罷免的 第一說連署的門檻 要搞什麼新聞證 連署 第二就是說罷免的票數 過了好幾個門檻嘛 什麼要超過十分之一 罷免票數要比原來這個人得票數 當選的票數還要多一票 要多一票啦 這個到底對 國民黨到底是在怕什麼 他們是不需要這個制度 還是他們在怕什麼 就是說他們 我們來分析他們的盤算是什麼 國會本地就是 如果德蘇東你的法令本地就會過 但是你要照民主的聽說來 你要讓大家有機會來發表意見 而且民眾不知道可以知道 你現在到底有什麼樣的重度法案 他們處政議性法案 議定要拜登時 這一定要首先大家知道 對 你如果沒有經過協商 你再突然間變更議程 你這檢民想你就想要演過 就是說今天開會大家講好 今天我們班上開會 要討論秘里去哪裡 對 忽然間就是說開會的時候改變說 我們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全班要不要一起來打球 改成這個 所以李向弘你就是要突襲 突襲 對 你這個德蘇東 就說你如果照過程序 到後來大家去手藝也會贏 對啊 但是他就是怎麼樣 建設 他要跳過那個講話的機會 因為他就難以辯論 你說 因為你如果是大家來發表意見的時候 不然你講不懂就比較老實 說我就不等了 我就怕死 我就怕給你們保險 所以我想要把法院收得比較難過 你如果這樣說我們就沒話說了 你說他們想要跳過那個 辯論 討論 就是討論的一個程序 就每個人都可以說我支持 我為什麼支持 我反對 我為什麼反對 他就是要跳過這趴 你現在跟變功議程 所以民主黨控制 控制去剛才嘉賓說 韓國瑜那樣協商 韓國瑜也協商嫁 他也知道不會過 他就過水 他就過了 這樣就是大家來浪費時間 對 所以這次議長 基本上這次大家都跟他看 董團這個王爺 這次的任務員 強大問題是韓國瑜 完全是去做一個議長 該有的公正的程序 好 我們不要說由院長 蘇院長 以前是黃金炳帝的時候 黃院長距的時候 照不好 王爺民也有頭到臉 也是好睡 但是你說 你像由院長 我以前要拼到到早上四點 聽說是什麼 讓大家發言 讓大家發言 讓大家說 這就是一個民主的程序 程序其實比結果重要 你多數大於少數 我也都不知道 他現在這個三百萬 今天就是不讓人民有機會 賠償了 他出來的 贊成賠償的比 要比他黨三百萬更高 這如果在區域的立委 絕對不可能 現在說不定會多 有了有一個韓國瑜 你還要韓國瑜漏氣 就是韓國瑜 歷史上跟韓國瑜 韓國瑜那是高雄市 是 那是一個山市 你如果開那個立委這人秀 你要說要三星出 暫定百萬票大於當選票數 這很難 很難 說不定是怎麼向韓國瑜把這個安家拿來頭政 還要錢頭政 而且不用怕要把它撒掉 說不定來的部分 有一幾個立委非常堅持 會怕 你們台中的 台中羅廷委 廖委是誰 那幾個聽說是比較少年 會怕 你會怕沒關係 你都給大家辯論 你都行人嘛 我們就不等了 你想月圓支就不怕 月圓支現在唱也很糟 他都不怕 韓國瑜也不是民眾黨 黃國昌 黃國昌民眾黨也說什麼 民眾黨也說他不再選國民黨 對 這都帶去團 整黨都帶去的 到時候民眾黨的投他自己 他就要投 要投就是 掩護國民黨的過關 因為上面選議長就這樣 所以你問 你看黃珊珊意見跟國民黨不一樣 黃國昌對國民黨的罷免 頂本的意見 這都帶去團 你今天如果真的反對國民黨的罷免案 你應該是要抵抗 你要怎麼抵抗 你就要來支持 反對國民黨的版本的我們這邊 你才能把國民黨 沒收人民罷免權的法案給他擋下 這樣我說 因為他跟邁一戰有拿一台牌 他說連署要生分證他們支持 這個罷免門檻離到他們反對 所以民眾黨你們伯父 如果拜國真的要處理這條 你後面門檻的那些 你怎麼反對 你怎麼反對 你要抵抗 不可以抵抗 對 不可以抵抗 也不可以抵抗 也不可以抵抗 對 現在有一個問題 他們伯父都不分副 他們沒有動選票數 沒有給亂罷免的 沒有給亂罷免的機會 他對這條 沒有人 你說什麼 怎麼可以說動選票數 白免的票數要比動選多一票 今天沒有關係 他們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動選票數要怎麼白免 要怎麼說這樣 不然我們來創一個白免全黨的 白免全黨的 就是說民眾黨的投票數 比他們當時的總投票數那麼多 一次八個都清掉了 對喔 大家要比出頭很多 所以民眾黨你要說得清楚 就是說 你們現在標誌非常清楚 就是說 你現在操斷說 上面那個身份證的你沒有 如果你們支持要有身份證 第二個是你們反對那個門檻 那個多一票的 那個事情 我們認同 最近民眾黨有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我相信你也看過了 他說 他的題目是說這一個 什麼連署要身份證的這一個事情 贊不贊成反對嘛 來 我們認同 你把這題目看一下 來 他說 他的題目是這樣 民調很少 題目這麼長 他說 過去罷免連署過程中 經常出現幽靈連署或造假連署 為了杜絕這種情形 請問你是我同意 罷免案連署過程中必須更嚴謹 應該比照總統不總統的連署 民眾在連署時 互上身份證影本 非常同意的有60幾% 不同意的大概有28% 題目講完這麼多 最主要就要問說 這個身份證的事情 然後他們找了一個新的民調公司 現在沒有求證了 現在有另外一間 這間也有謝國良去割 這間也有謝國良去割 精確 這種誘導式的民調 你怎麼看這個民調結果 一般的民眾要怎麼看 其實在請問前面通常加一句話 那種民調 可信度都有些問題 你要問就問嘛 你前面還加什麼過去怎樣怎樣 為了怎樣怎樣 他就是給你一個心理誘導 好像是說過去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才要去靠 把這個罷免門檻提高去解決 所以這個民調當然多少是會有一個 嚴重失爭的一個狀況 因為如果他前面的那個前提把它改掉 他把它改成說為了杜絕在立院裡面 不是任的這個立委 你是不是反對將罷免門檻調更高 說不定答案就反過來啦 對 對 所以這個是看你前提怎麼設啦 現在國民黨的策略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說 自己在立法院裡面亂搞 那邊黨總預算啊 然後才華法這些不得民心 所以怕明年會被罷免 因此他們第一波就是先把 要門檻加高到要付身分證嘛 那個是他加高到身分證之後 又發現到不對 身分證的話他還是可能會被罷免 因為他真的太討厭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策略 想辦法再更得正確再進一步 更一個保險啦 就是所謂的這個是 只有韓國瑜會被罷免的一個條款嘛 就是你必須要那個罷免票多於得票 從以前到現在只有韓國瑜 符合這個條件 這個如果過的話 大概沒有一個立委會被罷免 因為難度真的是太高了 你的仇恨值要高到比當初韓國瑜高 那幾乎不可能啦 因為那是總統層級的一個關注度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這個策略是這樣 他知道說民進黨他一定會去擋掉 這個所謂的韓國瑜條款 罷免的這個得票數比當選得票數高 可是他就退回求席次回過來 至少我可以保住 附身分證這一條可以過 這樣子的話也算是罷免門檻的這個提高 所以他有雙層的這樣的一個意義啦 這是談判的 他們拉扯的一個策略 那但是民進黨現在也很聰明啊 我覺得吳思耀他用這一招 是把他導到說 有機會回到大法官市制裡面去做解決 因為在一些市制裡面有提到說 你立委去修涉己事務跟自己 是密密切相關的啦 涉及事項都應從下一屆開始執行 立委人民簽訂4年7月 說要提高罷免難度來保護本屆立委 該法案就應該下屆立委 對 因為你修法應該是這個制度 不是為了保護我自己嘛 所以你修完法之後 下一屆大家在一起在用 大家都沒意見 可是如果你修法的目的是只為了保障 你自己藍白過半的這個狀況的話 那當然會有一定的憲法疑慮 當然這個道路憲法法庭會怎麼樣打 這個還不知道 有一個叫做利益衝突迴避法 對...這裡面規定很清楚喔 第四條就規定喔 如果是非財產的自己可以受益的話 你不可以做呢 當然啦 沒人應該說啦 我們這個動算是按照什麼好的動算 對 立委選舉法 不是 是立委選舉罷免法 所以我們是按照這個選舉罷免法動算 所以我近年按照這個動算做四年 所以這個進去裡面 這個應該不能改 是 這樣才對 這是合理 你後來改變了 喔喔喔喔 你會改做... 自衛 立委選舉不能罷免嗎 你們立委同過節發言說 立委的年薪 個人年薪保障五百萬 違反立衝法 這也麻煩 麻煩 也違反立衝法 立衝突飛必罷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題目 溫蘭東剛剛講這個題目 我如果前面題目敢這樣 過去罷免時啊 譬如說這個總統的聯署曾經發生這個詐騙 發生什麼 身份證被收走什麼什麼什麼 恐怕會有各支外界的疑慮 遇到詐騙集團 所以呢請問你認為聯署罷免要不要假身份證 對啊你這個題目設計得很好啊 你要不要去開個民調公司 但是不能這樣搞嘛 你都在那邊那邊看過民調 我跟你講以前啊 以前我還想再一個民調去看 早期因為民進黨 早期就兩岸關係經濟 民進黨比較不一樣 差不多30年前了 他的民調怎麼問 先問什麼青年啦 貪污的啦 什麼整數三位 問的最後問一次 請問哪一個政黨可以促進兩岸 增進兩岸關係 請問哪一個政黨比較會拚經濟 下一題問你總統候選的你要支持誰 那些人都說國民黨 就有一個老師把題目反過來 他同時問喔 就是後來他就過幾天 又把那個題目反過來 先講兩岸 先講經濟 最後講那種要整肅貪污 貪官污吏 什麼清零政治 然後接下來問說 請問你總統要投資 答案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問那一題的 前面的那一題 會影響他的決定 所以這一種誤導式的用法 這個民眾黨就專門在包牌 好 不再補兩句 因為那個黃國昌他態度有點鬆動 他說此時不適合提高罷免門檻 就他原本跟傅君奇當小弟嘛 現在他怎麼會說 不要提高罷免門檻 因為新竹不要他去選 國民黨就排氣他 然後再加上是說不分區白 就跟罷免沒關係 因為前面委員有講過 所以黃國昌的態度 其實有丟一點點善意出來 說你們進黨如果 哎呀 我怎麼都用李泰老師 等於他早起團 他也倒到你了 李泰老師了啦 禮拜五表姐他不會按啦 他不會按啦 他現在不會按啦 他不會按啦 他不會按啦 不會按就這是我們一題 他現在是包牌 我覺得他心裡有一點點不滿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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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